他问的是红茶菇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用甜的红茶去养木质醋酸菌 长出那个叫什么 野果 而这个野果带来是红茶香 因为用红茶去养的 其实那个红茶菇就是一种野果 那第一个你要做野果 他的细胞壁成分是细菌纤维素吗 不是的 做野果的木质醋酸菌也是一般的细菌 他的细胞壁还是太聚糖 细胞壁依然是太聚糖 只是他除了细胞壁太聚糖之外 他会另外分泌细菌纤维素 所以他的细菌纤维素是另外分泌的 所以它形成一个薄膜 保护自己而不是细胞壁 他的细胞壁依然是太聚糖 所以A就不对啦 B选项他是真细菌 因为他不是甲烷菌 不是氏高温也不是氏盐菌 好 私选项 产生的细菌纤维素不含果胶质 没错 它就叫细菌纤维素 果胶质我们好像还没有介绍 果胶质是植物的细胞壁含的 植物的细胞壁分为出生细胞壁跟次生细胞壁 出生细胞壁比较软 就是果胶质加纤维素 所以嫩液嫩芽 为什么比较嫩不会硬 就是因为它是出生细胞壁 是果胶质 果胶质不是细菌的 所以这个C也不对 C就是不含果胶质是正确的描述 最后给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改用无糖就不能做了 因为细菌纤维素要吃糖 所以那个有糖甜的红茶是那个糖去养菌 红茶是产生那个椰果的红茶味 所以谁叫红茶菇 好这是 你没吃过椰果 椰果 椰子的椰果 椰果 椰果 所以它是发酵食品 由细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 就是椰果 那个木质纤维素就是椰果 这是C 这是C4体